睡眠剥夺 一个人究竟可以多久不睡觉 30天睡眠剥夺实验的都市传说你知道吗 我是专家 传说上世纪40年代 前苏联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将5个犯人放到一个特定密闭的小房间 放了足够的书籍 并提供了30天的口粮 还答应他们只要30天不睡觉 就归还他们自由 于是就开始了他们的不睡觉实验 为了保证这些人不会睡着 定期的会在房间内释放一种特殊的气体 让人保持清醒 而刚开始所有人都很轻松 彼此还有交流 一直到第6天 有人开始出现了幻觉 第10天 甚至有人开始发狂的吼叫 一直到第15天 屋内已经没有了任何动静 实验者赶紧打开房门 而里面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 5个人发狂的互相攻击 互相围食 就好像怪物一样 实验就此终止 后来这个都市传说被证实是假的 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而现实中真的有人尝试过睡眠剥夺 1959年 一个电台主持人为了筹集善款 连续播报了201个小时的广播 事后虽然声称恢复了身体 但性情大变 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 2004年 英国甚至拍摄了一档真人秀 挑战不睡觉极限 最终一个女士 以178个小时赢得了比赛 而节目播出后广受争议 因为在他们身上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 所以为了健康不要再熬夜了 点个赞 然后好好去睡觉吧